这是一台价值3000万的车 旁边这台稍微小一点 260这台360 这是他的驾驶室后边 真像是一座房子呀 我的天 真像爬一座楼一样 我天 带大家看一下 这台一次能运330吨矿石的矿卡 的整个底盘构造 首先这是两个后轮 其实应该是四个后轮 现在的状态是 这边还有一个轮子没装 这边一个轮子没装 如果它装起来 应该是隔壁这辆车的感觉 这种车叫电动轮 所以它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那种机械车动 从这个窗口里可以看到 就是旁边这两个是电动轮 也就是两个类似电动机的东西 去驱动后面这两个轮 这两个是一个特别大的卡前刹车 这个刹车比较有意思的点是 它纯靠这种机械的刹车是刹不住的 所以它通常会带一个电制动 电制动 那这个电是怎么去回收或者是干嘛呢 当它重灾的时候 这个电的产生的电量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它没法说有一个电池能给它充进去 而是通过这个能量回收 然后接到一个特别大的电阻里头 然后以缠热的这种形式给它消化掉 对就是这样一个驱动的形式 因为这个车它也不是什么 有这种什么动力电池的车 我等会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这下边走下去 啥感觉呢 就是你基本上都可以无障碍的走过来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主要的动力系统 走到这时候就可以看到 前面就是一个18缸或者20缸的一个内燃机 然后带动的是一个发电机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发电机 然后发电机后面还有一个输出轴 这是应该是整车的液压系统 液压泵之类的 所以这个车其实它的动力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通过这个内燃机 然后带动这个发电机给整车发电 然后这电力会分配到就是整车的所有需要用电的部分 还有就是后面那两个电动轮的电 是通过这个发电机发电过去的 对 然后这个整个液压系后面 从发电机后面接过来 就是整个液压系统 然后通过这个类似液压泵的东西 你会把全部的这个液压会分配到所有整车需要液压的这些装置 然后这边是一个特别大的油箱 对 巨大的油箱 这估计能够再装个几千升 然后这底下是随便随便走个人的 基本上没什么大的杖都不用低头这种 然后这边是油箱 然后这边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整个液压的东西 整个液压系统 就是比如说液压油之类的 还有一些液压泵 对 然后这边是它的转向系统 上面是一个液压的这种 类似B站一样的东西 对特别大 然后 这个其实就是 用俗话讲是类似前行顶一样的东西 就是通过这个液压杆 然后把整个上面那个整个车斗给举起来 然后去倒置一些宽物之类的东西 对 想想一次可以举起一百六七十吨的这种重物 给它顶上去 对面还有一个 所以总共加起来就是三百吨 就总共这两个东西给它顶上去 想想这些可怕是吧 然后 这个轮胎 我给它举一下 我大概一米七 然后大概能到这 所以这轮胎大概三米五左右 这么一大的轮胎 这边就是它的整个转向架 转向系统 转向系统也是通过液压转向 对 然后这边是 它的一个立柱 这就是它的那个内燃机 它这个车有两个版本的内燃机 一个是十八缸 一个是二十缸 康明司的内燃机 在 撞管了 好吧 它的整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这样 对 对 对